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聰明EYE的Atabia 然後解一些隱藏功能 我們今天會講最熱門的隱藏功能 最實用的 例如遙控關尾門 按住尾門鍵 那關 按一下就好了 室內也可以關 我們走那邊 然後打開 然後你按那個尾門鍵 中間 隨按隨停 隨按隨停 你再按一下 按下去 好 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其他的隱藏功能 我們今天要講車偏的功能 首先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聰明EYE 在輔助系統裡面 然後現在在 2019年5月底之前 你只要購買Atabia Super 然後 Atabia跟Super 然後Atabia是 1.4的 它就會有這個 這個TEL鍵 最重要就是 車道 車道偏移 盲點 然後使出輔助 然後ACC 來 我們為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原廠 Skoda原廠 它只配 車道偏移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原廠電腦的開通 幫你開通的 自動遠鏡燈 LINE EXT就是自動遠鏡燈 我只要打AUTO 把撥桿往前推 你就會看到這個A的 有一個A的標誌 這個開山路啊 開高速公路啊 快速道路啊 它非常的好用 它等於是電腦自動幫你打遠鏡燈 你就不用一根桿子那邊撥來撥去了 然後來我們再來看 已經有交車的車友 有聰明EE套件 你會很明白在車道偏移這一塊欄目裡面 只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透過開通之後 會多了一個動態車道指引 這個就是現在福斯集團跟 一直在倡導的 手可以放開15秒 主動試車道維持 在下班的時候 低速的時候也可以幫你維持住跟車 低速維持住跟車 而且可以幫你保持在中線 那下面這個Vibration 這個是結合盲點的震動 你正在跟車的時候 然後車道維持中 如果要繞著山 後面還有車 你會發現你的風向盤裡面 稍微在刺 稍微在刺 那 基本上沒有開啟隱藏功能 在於 這個市井力道是沒辦法選擇的 那我們開通了車偏之後 車尾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輕中落 最下方 這個就是交通號制 交通號制 除了影像跟聲音的提醒 這邊是影像跟聲音 它還可以有0到20的門檻 可以做選擇 所以說你如果在市區 一般來說超過10會被拍照 那你就可以設定10或15 那它就會提醒你 非常的方便 然後 冷氣內循環 也是蠻多車友說 我不想再上車再按了 那 我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我現在起火 再發動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冷氣內循環 那我們也有設定熱帶國家 對於 這咱們夏天看路 這個 你會感覺到 冷房的速度比較快 這個就是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 Atavia 聰明EYE 有開通車道維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